你叫二妮 对吧 那你妹妹呢 我妹妹叫小妮 姐姐叫大妮 我姐姐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 叫王燕妮 我觉得这家长真有点偏心眼啊 姐姐叫王燕妮 高端大气啊 王燕妮 王二妮了就 王小妮了 你俩这名字怎么起这么学艺啊 小时候反正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名字是怎么起的这么简单啊 感觉这么有乡土气息 你上学就也叫这个名字是吗 我一直我身份至少就是这样 就是这名字 我昨天没有第二个名字 也没有个小名啊什么的 一直这样叫 很多人就说你这个名字 一听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也比较有闪美的那个特色 能够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和你唱这个歌曲的风格也非常吻合 对 你们四个兄弟姐妹感情 你跟谁最好 都挺好的 但是因为我和我姐姐是 经常会和我奶奶去邻村 就是去那叫什么感情室 就别人家结婚去 她家婚礼那样的 对对对 其实带我们去就为了吃好吃的 我们俩吃完东西以后 然后就有的时候会 拿一点糖啊 或者是拿一点瓜子啊什么 装在兜兜里 就是自己舍不得吃了 回来以后就给弟弟妹妹 对因为还得照顾弟弟妹妹 妹妹后来是不是也和你一起唱歌啊 她刚开始学的是舞蹈 后来就是嗓子条件也挺好 然后就开始唱歌 她这唱歌是受你的影响 还是说她也是从小就自己就喜欢 都有遗传 我妈妈就是嗓子比较好 然后她也比较喜欢唱歌 她比我高十几公分吧 她的声音条件比我的宽 生活上现在还是你照顾妹妹更多一些吧 以前一直我照顾她 现在这几年我觉得妹妹也长大了 有一张照片特别纯粗 是吗 特可爱 就是这张 这个照片应该是我第一次拍MTV 有一个民族歌手叫罗宁娜 当时挑那个演员 挑上了我和那个安塞的那个古王 高相成爷爷吧 是不是这张照片 对对对 他是那个古王 打路打得特别好 也是那个央鼓的飞幅着文化遗产传承人 所以当时挑的我们两个是作为MTV里边的主角 在里面有很多表演要领鼓 我们在前面打央鼓然后面有好几切的人在山上打鼓 给你穿这张 表演 她那个小翘劲儿 但是其实我觉得二妮这种乡土的气息啊 是印在她生活当中 没错 就这种家的印记 但我惊讶的是她还会打那个鼓 那你是真会啊还是就比活两下啊 那个是真会 我可以给你们俩交一下 二妮穿裙子不太方便 咱点到尾指教几个动作好吧 动吧动吧 就这就一下啊 差不多吧 差的有点多 我觉得差的有点多 鼓啊 这个点大概我能打出来就行 关键是这个打这腰鼓表情特别好 对对对 今天二妮今天动作上不是说特别方便 教我几个表情好不好 打腰鼓和纽阳鼓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 所以要特别喜庆 纽阳鼓啊 你可就还有头 头也得晃是吧 还有心高采练的那边 我这脑袋一晃我这手就找不着了 你先打个小柴啊 哥你眼睛都变大了 真的 眼睛 你眼睛更大一点 计算没争议啊 我已经很努力了二妮老师啊 你就把动作做出来就行 山大 山大你不要乐 这个其实你可能不是当地的人 你去学这个东西 打不出来那个韵味 对 那个感觉那个状态就和二妮不一样 那个看她感觉就不一样 她这种叫什么呀 叫与生俱来 对 我们谢谢二宁 谢谢二宁 这个妖谷我们基本就学到这了 虽然也没学会 但是呢 就这样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